对于七十年代的记忆,人们想到的最多的就是红毛书、绿军装,还有大二八自行车。 提起小红文,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这是红毛书,也就是主席语录,其实不然。 但凡在军区大院住过的人,提到小红文,一定不会陌生,能拿出小红文就足以证明你不是普通人,当时还是七十年代,报名参军是每个青年的理想,因为这样不仅有一份体面有稳定的工作,还能让全家都沾光赏福。 因为那个年代,军属的待遇是很不错的,而作为军人的家属,也大多都住在军区大院里面。 军区大院载过去,有专门哨兵来负责安全,一般人要想进去,除非认识人,要不简直是痴心妄想。 可是,就在当时那个年代,有个衣服破烂,老农打扮的人说,要进去找战友,负责上的哨兵看他这身形头,自然不让他进去。 可那位老农打扮的人,认真得告诉少兵,自己以前也是一名军人,要进去找自己的一位老战友,还告诉少兵自己叫李海平。 但是,少兵还是不让他进去,并对他说,自己不认识什么李海平,让他回去。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的时候,一位军人走了过来,看到二人在盯着什么,就想去了解下情况。 这个军人也不是一般人,他是军区的司令员,名叫半天人,在操美人潮实力下过大功,曾率兵,找面白虎团。 他上前是一校兵,不要继续争执,转身对那位老农打扮的人说道,你适不适宜,前当过兵。 老农眼泪动横,看了他一眼,激动的说道,您是三百五十五团班团长吧,我是李海平啊。 半天人团长半天人,仔细,都打凉起面前这个人,又想了一会儿,这才回忆起来,确实有这么个人。 他在自己手下当过警卫兵,这一次战斗中被打散了,后来也就没了下落,还以为他牺牲了。 老农看着他,继续说道,半团长,当时美国鬼子在结冰的湖面上走,结果很多人都掉进了湖里。 但有一部分逃跑了,我和兄弟们一块去追击跑走的美国鬼子。 没想到,一部流神被躺在兵面装死的鬼子给放了冷枪,打中了大腿,好在我命运,活了下来,可也落了个终生残疾。 部队当时要继续执行任务推进,于是,就把他放在当第一个农户家里养伤,直到后来,增援部队赶到,才把接了回去。 等到战争结束后,他又回到祖国了,却再也不能扛起枪保卫国家。 部队就给他分配到了工厂里,可是他由于身体残疾,工厂活太重,根本都不动,但大家也很照顾他。 可是他心里老是过意不去,于是又主动请营负责工厂卫生,厂长也答应了。 最近,他听说这附近,京区大远,有335团的属员,就想着过来看看。 他对发团长说,我就在你手底下当兵,我这一辈子无怨无悔,然后他又颤巍巍地从自己怀里拿出一个小红本。 翻天恩接过来一看,是一个伤残军人争,而部队编号正是,自己当年的112033团。 翻天恩把证件递给下兵让他登记,随后又告诉他说,这可是位大英雄啊,是兵今后。 对老龙肃然起敬,一个力政,站得笔直,又行了个距离。 假如不是这样的老英雄们,奋勇当先,前赴后继,我们的祖国哪会取得今天的繁荣? 他在战场上这种出生入死的经历,绝对称得上是英雄。